和沈景明结婚第三年 我在热搜上看到了她的名字 和她并排站着的是当红女星云曼 她的小富龙起疑似已怀孕 我倒掉备孕药 割舍对沈景明的爱意 回归冷漠 对她说离婚吧 财产我要分两亿 比起缥缈的爱 大把的钱更能让我感到心安 我在热搜上 很突然地看到了我老公的名字 而那个和她并排出现的女人不是我 点开她俩的名字 很快就跳转到了一条新闻 云曼夜会春景影业总裁沈景明 疑似介入对方家庭 紧跟着第二条新闻 跳入我的眼睛 云曼小富龙起疑似已怀孕 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刚喝下去的中药 让我恶心地想吐 一着急 我就抱起桌上的一个陶瓷花瓶土在了里面 等吐完了我才发现 那是我和沈景明结婚时一起去商场挑的 原本是一对 因为是做床头装饰用的 另一只结婚没多久 就被沈景明撞到摔碎了 这一只我一直舍不得扔 换下来后就一直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阿姨听到动静紧赶着来看我 你没事吧月月 她轻拍着我的背问 我很久才缓过来劲 然后回过神来说 我没事阿姨 说着就把怀里抱着的瓶子给她 这瓶子我弄脏了 你扔了吧 阿姨便接过瓶子 向外面走了 她一走我就累得摊到了沙发上 我觉得自己得眯一会儿 也许是心里有事 这个笨打得昏昏沉沉的 我好像梦到了很多事 但每件事又都不清晰 可神奇的是 有些想法却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沙发往下陷了一下 我以为是阿姨回来了 一睁眼 却看到了沈景明 想不到今天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日子 她竟然回来了 也许是迫不及待来谈离婚的吧 我坐起来 像平常那样问她 回来了 你吃饭了吗 沈景明像是没想到我 还是会问她这些 她让自己眼里的惊讶淡下去才说 我吃过了 她挪了挪嘴 似乎还有话说 但终究没说出口 我看她那么为难 就主动开口说 我都知道了 甚至我还伸出手 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我也没想到 都这会儿了我对她还这么体贴 她的脸因为受惊 而故意摆出一副硬邦邦的样子 你知道什么了 我说 新闻啊 那个女明星云曼 不是怀了你的孩子吗 她振了振 然后眼睛撇开我的脸说 对 我 我还没想好怎么解决 我说 其实很好解决啊 我们离婚 然后我可以帮你们出个声明 说我们一年前就离婚了 这样 你和她的事业 都不会受到影响 只不过 我顿了顿 但很快就又说下去 财产我要分两亿 沈景明一脸 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我尽力让自己的眼睛避开她 说实话 平时我挺怕她的 别看她年轻 但在伤海里沉浮的这几年 她身上已经有了那种不怒自威的气质 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保持放松 两亿不多啊 虽然春景这两年收益不行 但以前赚的底子还在吧 我觉得要两亿不算为难你 沈景明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 她的脸色一瞬间冷下去 说出口的话更冷 我要是不给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 因为我实在想不通她 为什么不给 明摆着这笔买卖对她很合算 不过这事也说不清 毕竟谁从自己兜里往外掏钱 都会觉得肉疼 于是我还是要跟她说说利弊 我笑笑说 你不给我可不帮你们打掩护啊 你想想 春景现在已经很难了 你出了这样的新闻 不是更拖累她吗 再说你也得为你 为云曼想想 她可是当红明星 出了这样的丑闻以后 她还能有事业 这样一来 你们损失的可不止两亿了 你这是威胁我 沈景明的脸色特别难看 我知道这是她发火的前奏 我才不管她呢 这种关系我后半辈子 生活是富是贫的时刻 谁还顾得上她难不难看 但我还是尽量温柔 不是呀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 我几乎算得上是苦口婆心了 你想 咱们俩和平分手 你跟云曼在一起后 粉丝们会说你们郎才女貌 到时候 你们事业生活都一帆风顺 赚的钱比现在只会多不会少 你做生意的 这点账心里比我清楚吧 沈景明一动不动盯着我的眼睛 几秒钟后又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她脸上那种嘲弄的表情 很像她二十来岁 玩世不恭 时常流露出的 这让我有过一瞬间的慌神 其实我还挺怀念那时的她的 我也很怀念那时的我 那时我们俩身上都有一种无谓 不过当时我还很无知 我明明知道跟她在一起是一场冒险 却还是想做一场美梦 夏月影 我以前不知道你这么会算 沈景明又恢复了现在惯有的冷漠 都说分手见人品 我可算是见识到了 真是好笑 她做错事还怪我会算计 我也算见识到了 不分手不离婚 都不知道你这么小气 沈景明像是看外星人那样看我 我明白 她是觉得今天我像换了个人 她说一句我立马就能回三句 她说东我立马能给她掰个中西南北 我自己也知道 我今天整个人都透露着不同 不像以前对着她我只有温顺 她说冷就给她加一 她说菜凉了我立马就给去给她热 她生气了我就不吭声 在这场夫妻关系里 我事事以她为重 但就像末日的光辉会别样的状利 人在知道关系结束的时候也会散发出别样的气质 今天我身上这种别样气质就叫斗志昂扬 我昂着头看着她 反正要是打官司分财产 最后我分得不会比两亿少 要到了那时候 大家的名声可就都坏了 但不管好坏 名声对我可是一无用处 这些年你忍得很辛苦吧 沈景明靠在沙发上 双手摊开一副懒洋洋的架势 还好吧 我声音里也有了一种懒洋洋的语调 我没觉得辛苦 这些年你也没亏待我 吃的喝的用的花的你都给的挺多的 我挺知足 想不到这句话把她惹炸了 她一下从沙发上跳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骂 下月影 果然我最初没有看错你 你就是个捞女 我很快反驳她 沈景明 最初我也没有看错你 你就是个没有心的人 眼里只有你自己 哼 沈景明冷笑了一声 这么多年 你把我当老板伺候委屈你了 哇 这么多年 你把我当个工具人 天天看着也委屈你了 说完后 我才反应过来 我失策了 我应该顺着她的话说 对 我就是很委屈 你应该狠狠补偿我 但我也不知道 今天我是怎么了 就是想句句都给她兑回去 我就是想跟她吵架 我也没想到 跟自己老公吵架 是这么痛快的一件事 结婚这么多年 我们俩从来没有吵过 沈景明大概 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她看我的眼神里 流露出一道奇异的光 但对上我的眼神后 又很快熄灭了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她给我留下这么一句 冷冰冰的话就走了 我听着她的车开出院门外 也起身向舞蹈房走去 我边走边在心里想 不让我得逞 我也不会让你如意 咱们走着瞧 我带着一种得意 推开舞蹈房的门 满满一屋子的镜子里 都映照着我脸上的笑 我走到最大的那面镜子前站住 一丝不乱的丸子头 光洁的额头 温婉的脸 轻瘦的身体 这样的我一看就是个跳舞的女人 这样的我一看就是人家说的圣洁的气 镜子里 我的眼神不知什么时候暗淡了下去 我突然觉得身体里的力气像被抽走了 整个人软塌塌的 舞者的姿态全无 我知道这股汹涌的颓废是来自哪里 我和沈景明说 这些年 我们一个把丈夫当老板 一个把妻子当工具人 可是我不应该为这些话在意的 不应该的 六年前 我遇见沈景明的时候 刚从大学毕业 我上的是普通的大学 却在大学时就进了娱乐圈 这是后来别人写我的采访稿 时常写的一句话 当然 最开始是我自己先这么说出去的 但其实我和别人都知道 那时我算不上进了圈 因为进卷三年 我什么正经作品也没有 我只是参加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选美 在一些没什么热度的综艺上露过脸 但那是个拍几张写真 放在网上就能宣称是艺人的时代 所以我也按经纪公司的意思 一面心虚一面毫不手软地 在自己的社交简介上写下了演员 后来经纪公司还真给我接了个演员的活 那是一个很红的女明星要做大女主的仙侠电影 这部电影需要很多仙女宫女 经纪公司承诺我能拿到一个四番宫女的角色 但我需要配合投资公司参与一个海选活动 对我这种小角色能有舞台亮相总是好的 所以我很愉快地就答应了 决赛的那一天 出品人 导演 编剧 还有女主角张爱琪作为颁奖嘉宾都来了 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张爱琪身上 她真的太漂亮了 要说年轻水灵 她未必比得过我们这些比她小八九岁的女孩 要说五官 我们台上的也有比她更精致的 可是她就是看着比我们所有参赛的人都漂亮 那种漂亮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就好像本该是那样 她人就往那一站 人们的目光和尖叫就要涌向她 你在那万人中央 感受万丈荣光 这种感觉一瞬间令我心脏发麻 其实她刚出道的时候也不是这样的 那是她唯唯懦懦 也像我们现在这样 看来人啊 当然还是要有钱才行啊 还要有名有人爱 我的眼睛一直没舍得从张爱琪身上挪开 偶尔的一次撇到台下 却看到有人似乎在看我 我说不清她脸上是什么表情 像是觉得我对张爱琪的注视有点好笑 又或者是在嘲弄我这种小角色 在做明星梦 看我发现了她 她的目光倒是一点也不多 我想起来了 刚刚她入座的时候 主持人介绍过她是什么电影公司的人 那时我脑海里缓过一个念头 觉得她跟别的公司派来的人不同 只是那时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张爱琪吸走了 现在我知道她身上那点不同是什么了 帅 年轻 还有点不羁的气质 颁奖结束需要我们获奖的人脱下仙女服 换回变装表演一个节目 这一段是临时加莱安抚粉丝的 虽然大多数粉丝都是冲着张爱琪买票来的 但她只出现了短短的十几分钟 于是只得我们这些人来弥补 但我却挺开心的 轮到我表演的时候 我依旧跳了一段舞 甚至比刚才比赛的时候舞得还卖力 舞步回旋的时候 我的眼封扫到台下 那个人却并没有认真看着台上 他在玩手机 我忽然有种舞白跳了的感觉 活动结束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早开着车走了 因为他今晚还要去另一个活动里 给另一个艺人称场面 我们这家小公司 甚至都租不起两辆豪车 我只好等着人都走光了 自己一蹶一拐地去两个路口外打车 我脚上的伤是在和张爱琪合影的环节 不知被谁踩的 如果我知道出来照片后 会被人说真的很像几个丫鬟围着仙女 我是绝对不会那么积极往前凑的 时间已经很晚了 路上的出租车并不多 我想了想 还是打开了打车软件 就在我低头输入信息的时候 有辆车停在了我面前 滴滴响了两声 我抬头一看 啊 跑车 不过开跑车就可以随便停在别人面前了 以为我们女孩都是 见了跑车就会上 我正要重新低下头去不理她 却突然发现开车的是那个人 她戴了一副粉红色墨镜 身上的西装也换成了牛仔衫 她双手扶在方向盘上 下巴抬抬对我说 烧你一段 我听到她的声音有种奇妙的感觉 我知道我不该上陌生人的车 可是鬼使神差的我点了点头 直到我系好安全带 做好脑袋里还是晕的 原以为不过在活动中瞥了一眼的人 我竟然会坐她的车回家 先开口聊天的人是她 她说你舞跳得不错啊 我的脸一下红了 原来她看到我跳了 但我尽量表现得大方 我说我七岁就开始学了 到现在跳了十五年了 哟 你才二十二啊 我心里有点后悔 好像我故意要告诉她我的年龄似的 但同时也有点生气 可坐着人家的车也不好表现出来 于是我笑着问 怎么我长得很显老吗 不是 她语调高低起伏 也听不出来她是在银鱼还是在正经否定 迎着风 她的声音一半飘在别处 一半传到我耳朵里 我是说你小 我老 我都二十五了 二十五哪里老了 我的声音在风里也没有办法很小很矜持 你二十五就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 很厉害了呀 我似乎听到她哼了一声 但我只能看到她的侧脸 也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嘲弄我 我又开始后悔了 我不该提起车 不该在有钱的男人提起和财富 成名 欲望有关的任何事 他们总是会嘲笑我们这样的女孩肤浅 但是 他们又总是一面看不起我们 又一面在我们面前 显摆他们所拥有的这些 我们两个都不再说话 车子上了高速 速度一下快起来 风劈头盖脸地刮过来 我的头发飞起来 整个人也像要飞起来 一时间我有些手忙脚乱 但很快 她的速度却又加快了些 我赶紧抓紧了把手 我觉得她在戏弄我 她想听我尖叫 想看我露怯 想让我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但我死死地闭着嘴 不发出一点声音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 她很快发现了我的隐忍 她看了我两眼 没一会儿就放慢了速度 还把车棚弄了上去 不好意思啊 我开快车习惯了 她的语气又变得很真诚 我看向她的脸 她真的满脸的懊恼和抱歉 好像她刚才真的是无意的 这让我窝着的那股火又暗了下去 家人和朋友都说我性子软 这一刻我想这话是没错的 我也有点气自己 可是我想我坐的是人家的顺风车 也不能太较真 车子平稳地开 车厢里也沉默着 我不再抓着扶手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窗外的景色上 你不会是暗恋那个张爱琪吧 她突然问 我震惊地说 你说什么呢 我喜欢男人 她哈哈笑了 然后看了看我说 那就好 随后又说了一句 幸好 我被她说的话和她的眼神搞得心神不定 她毕竟是个帅哥 还有钱 我在扭头看向窗外 总觉得夜景里多了几分以你的味道 不过我很快意识到是我乱想了 因为直到下车 她也没问我的名字 我更是没机会问她叫什么 我们俩什么联系方式都没留 我还是知道了她叫什么 在网上输入选秀决赛的信息 她的名字很快就找到了 沈景明 一家新影视公司的老板 但她的介绍里显示 她之前已经创业过很多次 只不过以前都没有做大 所以她的名字并不常出现在新闻里 而最让我震撼的是 上面说她是一家大食品公司创始人的大儿子 我一下就明白 我和她根本就没什么可能 她这样的 多半是继承人 会搞什么家族联姻吧 想到那晚和她之间的相遇 我突然觉得像是命运 在我平淡如水的生活里 点了一束烟花 燃烧完了就没了 但我没想到 有一天她会在我家楼下等我 这天她换了一辆普通的黑色的车 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靠在车前 我穿着松松垮垮的家居服 随便挽着头发 手里拎着两袋垃圾 看见她的时候 我以为我眼花了 但她却用空着的那只手 拿起车盖上的另一杯咖啡 摇摇对我举着说 请你喝咖啡啊 夏月影小姐 我忍着心脏的砰砰乱跳 故作淡定地把垃圾扔进桶里 又故作淡定地拍了拍手 才慢慢走向她 我接过她手里的咖啡 发现是便利店的杯子 我喝了一口问她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那不是很简单吗 我一查那晚决赛的新闻就知道了 哦 我用故作轻松的口吻问 那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她笑 还用我告诉你吗 我读你也上网查过我了 我的脸一下红了 为了掩饰被拆穿得尴尬 我赶紧找话题问她 那沈景明先生 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来约你出来玩啊 她说得理所当然 但其实我们哪里也没去 我们俩就这样靠着车 一直在聊天 也是有点怪 我从小也是被男人追捧惯了的 不管谁约我 我都会很在意 他们有没有花心思 但今天我却毫不在意沈景明 就只是买了两杯711的咖啡 在车前跟我闲聊 我甚至也不在意 自己没洗头没化妆 没穿漂亮裙子 只是完全沉浸在 我们俩能这样有一点没一点的聊天真好 沈景明故意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想不到夏月影小姐这么 她拿着咖啡的手 在我眼前晃了一圈 又指向垃圾桶的方向 居家 我扔个垃圾而已 不需要打扮吧 她答非所问 一般像你这样的女孩 都住在网红小区 我随口说 我跟我爸妈一起住 干嘛去那里 沈景明看了我两眼 又突然转了话题 你好像不是一校毕业的 对啊 我感受着杯子传递给手掌的温度 轻声说 我高考成绩蛮好的 哈哈 学得专业也跟艺术不搭边 那你进娱乐圈是因为喜欢演戏吗 沈景明看似随意地问 不知为什么 我总觉得 他脸上的表情很微妙 好像是前面有个陷阱在等我 如果我回答对 他肯定又会露出那种 看穿我却不点透的态度 我干脆对他实话实话说 我呢 因为跳舞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活动 就这么一路过来 被经纪公司看到 找我签约我就签了 你要说演戏吗 我还没演过 所以我也搞不懂自己喜欢不喜欢 不过 娱乐圈的光鲜亮丽 我想我是喜欢的 钱啊名啊这些 谁不喜欢是不是 我还以为沈景明又会像那晚一样 我稍微露出一点对金钱 名利 欲望的渴望他就会立马嘲弄我 但今天他只是笑了笑 于是唤我问他 那你呢 你们家做食品的 可你怎么会做影视这种八杆子 打不着的生意啊 沈景明没有看我 他喝了口咖啡 慢悠悠看着前方说 因为我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孩子 继承家业没我的份儿呀 我震惊地看向他 他转过头来 冲着我笑了笑 对 这是真的 我爸妈原来以为 他们不能生 就抱养了我 可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本来家穷也没所谓的 谁知后来他们发家了 所以 自然我在家里的位置就变尴尬了 他的语气那么轻描淡写 可我心里却莫名很为他难过 于是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我伸出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嘴里还说 没事的 这也不算什么 你的人生还会得到很多 沈景明一愣 他看我的眼神满是惊讶 我顿时感到很尴尬 又立马收回手 这时我忽然感到 我的耳朵一样 是他凑近了 用手拢着对我小声说 你可得替我保密哦 我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凑近逗我的 但我还是感觉到我全身有股电流流过 与此同时 我心里却又有点快乐 我想我和他今天这场交谈 可以叫真心换真心 秘密换秘密 从那以后 沈景明偶尔会约我出去 有时候 我们就随便找个苍蝇馆子吃东西 有时候 他也会带我去现在年轻人爱趣的西餐厅吃饭 我有活动 也会请他去看我表演 后来我开始见到他的朋友 那些传闻中称之为富二代的朋友 说实话 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沈景明傲慢 不过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沈景明 带过来跟他们见面的女生 他们都对我态度不错 那时我还年轻 会因为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而沾沾自喜 就这样 我跟沈景明不急迫也不热烈地见着面 虽然我们是一男一女常见面的关系 但我很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并不是男女朋友 沈景明从没有对我说过我们交往吧 我也从没有对他表露过什么 我告诉自己 我跟他玩就是想跟着他见见世面 毕竟我是演员嘛 多见世面 多体验人生总是好的 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沈景明会对我说 我们结婚吧 那天是我找的吃饭地点 一个新开的网红餐馆 藏在那家鼎鼎大名商场的五楼 吃完饭下到一楼 我们突然看到很多人提着购物袋从眼前走过 我想起来这几天他们这里搞电庆 好巧不巧 我们站的地方是我一直想要的一家珠宝店门口 沈景明一定是看到了我眼里的光 因为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觉得沈景明像等了这个时刻好久似的 他像在说他早知道今天我找这个地方是有预谋的 现在果然印证了他的想法 我突然感到很好笑 我回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他似乎总在等着我露出物质女的马脚 然后呢 他再露出一副早就知道的姿态 对于他这么孜孜不倦地挑我的刺 我也很明白 虽然我也曾对他流露出对娱乐圈光鲜亮丽生活的渴望 我也像别的女孩一样 爱穿漂亮衣服 爱买包买化妆品 但我的行为举止看起来又像个好女孩 我长发飘飘 妆容清淡 随时随地保持着优雅的体态和温柔的笑容 我也从没有像他朋友身边的女孩那样跟他要过东西 甚至他请吃饭我都会买两杯咖啡回一下里 或许我这个样子在他眼里就是装 所以他随时在期待我翻车 怎么讲 看好女孩翻车 看坏女孩吃苦 是他们这些闲散富二代最大的恶趣味 我原本想干脆就如他所愿翻一回让他出出血 但是转念又一想 算了 他这么看不起我 以后我也不想再跟他有一点交集了 到底拿人家的手短会后患无穷 但项链我是要买的 要是以前我会怕他误会我要他掏钱就直接走了 可今天我才不想再顾虑他 沈景明跟在我身后进来 我再挑项链 他也在一旁乱看 最后我挑了那款很多博主在种草平台晒过的四叶草 是的 我其实就那么肤浅 会爱所有女孩都爱的东西 也会想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但我不觉得这样就要被人瞧不起 贵姐正在给我包装项链 沈景明忽然跳到我身后 有你这么快就跳好了 我对他已经没什么热情 于是只闷闷地恩了一声 把这款戒指也给他包起来吧 他忽然在背后说 贵姐很快答道 好的先生 我赶紧抢先拿过来看了看标签 在心里一估算 价格得二十来万 我差点没昏厥 我不要 我只要项链 我对贵姐说 沈景明靠在柜台上玩味地看着我 你不要 他大概觉得 我是要他付钱 逮着这么好的戒指 应该不要白不要 我不要 我买不起 我淡淡地说 沈景明笑了一声 我给你买 我立刻回击他 你算我的哪根葱啊 我要你给我买 沈景明愣了愣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面呢 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叫你一声小辣椒 我没理他 拿起项链静直到收银台 但沈景明也拿起戒指 跟着递过来 一起截 我真的生气了 我都说了我不要 我都说了我给你 你给我我为什么就得要 我不管不顾地冲他说 我跟你说沈景明 我不是在故作矜持 我也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我就是不想要你买的东西 沈景明很无赖地说 你没再调我吗 可我怎么觉得你已经调到了呢 魏夏月影 这是求婚戒指 你还是不想要吗 你疯了 我知道他喜欢逗我 但不知道他居然会拿这种事逗我 没有 我是说真的 我们结婚吧 我感到世界一下静止了 其实在他那么认真看着我的眼睛的时候 我就相信了他这次不是逗我的 可是我还是很傻地问你不是看不起我这样的女孩吗 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 他笑笑说 看不起你会想和你结婚吗 我不会娶我看不起的女人的 那 之前是先入为主 对你有偏见 可是后来就发现我错了吗 可我还是觉得一切都不真实 我又问了一遍 你为什么想和我结婚呢 你漂亮 温柔 有气质 性格也不复杂 是很多男人理想的妻子 她看着我 脸色很平静 我呆呆地看着她 然后说 好 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她呢 她年轻 帅气 家境富有 事业有成 是很多女人理想的丈夫 于是 我们开始以情侣的身份 出现在家人和朋友面前 开始一起筹备婚礼 然而我们谁都没有问过对方那个问题 你爱我吗 婚礼之前 曾经有无数次 我想问一问她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也没问过 自己爱不爱她 如果我不知道她爱不爱我 那我搞清楚 自己爱不爱她也没有意义 反正无论如何 我都决定嫁给她了 我们就这样步入了婚姻 婚后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别人口中的跨越了阶级 和沈景明一起参加电影活动 我会和她一起被安排在第一排 有很多记者会约我做专访 而我只会答应家居杂志的邀请 以彰显沈景明的财力 以及我这个新近贵妇的艺术品味 奢侈品店的贵姐 也会把新款的包给我送到家里 似乎是一夜之间 像张爱琪那样 感受万丈荣光的待遇我就拥有了 我和沈景明的婚房是一座郊区别墅 那是她父母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在里面让人为我打造了一件舞蹈室 我知道在现在这个阶级里 能撑起我底气的东西不多 而好身材 优雅的仪态 得体的气质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必须每天都要跳舞 也是因为我跳舞 不管真心还是假意 别人也会称我一生艺术家 除此之外 温柔懂事算是我的加分项 因为我这样的性格 很合沈景明父母的心意 虽然沈家父母有阿姨和司机 不过还有很多事 他们觉得只有自家人才能做 比如陪着他们去各地的寺庙上香 比如帮他们安排各种节日的家宴 比如操持沈景明弟弟 妹妹的婚礼 我和沈景明结婚后的三年内 她的弟弟妹妹也先后都结了婚 他们都和沈景明一样 二十来岁就步入了婚姻 外界都传言 这是沈家的家风 不允许家里的孩子 像别的二代那样 拿着父母的钱贪玩败嫁 我原也以为是这样 可是公共寿宴那天 偶然听到我婆婆和她女儿聊天才知道 是因为我公共身患某种疾病 万一发作她的生命 随时会走到尽头 在对生命消逝的恐惧面前 一个父亲最大的心愿 还是想看到儿女都成家 我顿时明白 沈景明作为大哥 结婚对她来说是一件很迫切的事 可我还是觉得夏月影配不上我哥 沈景明的妹妹说 我一直都知道的 她和她的二哥都看不上我这个大嫂 你真傻呀丫头 你大哥要找个像你二嫂家世那么好的女孩 她有了越加的资源和人脉 你和你二哥还能压住她吗 妈 你跟爸爸总这样防着大哥 我跟二哥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不在乎和大哥平分家产 你们也真是的 小时候让我和二哥把大哥当亲哥哥对待 长大了又让我们和她对立 你们不分裂吗 小时候只是让你们分一锅饭 现在是分几十上百亿的家产 能一样吗 婆婆说的很理直气壮 虽说你们三个都是我跟你爸一把食一把尿养大的 但我们心里到底对亲生的会偏心点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妹妹也不知是被气到了 还是觉得婆婆说的有道理 一时间没吭声 只听到婆婆继续在那边说 你大哥也是真的精明 他猜到我和你爸的心思 结果还真找了个这么合适的老婆 样子好看能撑起我们沈家的门面 但又没什么本事只能打点些家务 算他有心了 你爸爸说了 以后真要分家也不亏待他 原来沈景明是因为这样才选我和他结婚的 我家境比不上他们大富大贵 却也很体面 我没什么本事 却也是正经大学毕业 我见是比不上那些富家女 却又长得漂亮能带出去 多合适啊我 既讨好了他父母 也不丢他的脸 原来真的只是这样 一个漂亮 温柔 有气质 性格也不复杂 他心中理想的妻子 其实我心里又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我也不过贪图他年轻 帅气 家境富有 事业有成 大家互为对方的工具人 我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白吗 公公在第四次手术后决定退休休息 他让自己的二儿子接管公司 同时给家人分配好了手里的股份 婆婆因为有大量房产 珠宝和资金保证生活 股份便只分了15% 此外二儿子分到35% 女儿因为事业未成分到40% 而沈景明分到10% 那天公公婆婆对他说 景明 你有自己的事业 但弟弟妹妹们都不成器 只会吃爸妈的老本 没办法 爸妈这回又得让你让着他们了 沈景明很随意地对父母挥挥手 嗨 我当大哥的让着弟弟妹妹不是应该的吗 公婆还想再对他说点什么 表示歉疚的话 沈景明一口把话拦住了 爸妈 家业是你们正的 你们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做孩子的只有感激 不会有想法的 那天沈景明全天都和之前一样 插科打混逗父母开心 对弟弟妹妹说人生大道理 陪外甥女玩警察打坏蛋的游戏 她的正常一度也让我觉得 我时刻注意她的情绪 等着凑上去做好妻子是多余的 可是 在我拿着一块苹果递给她的时候 却看到她的手掌 有很多很多牌指甲印 也不知道 她到底握了多大的力 才使得那些印痕 一直不能消退 明明快来给妈妈包点开心果 妈妈最喜欢吃我大宝贝儿子 给我包的零嘴了 是婆婆在喊她 你看你们俩都没你哥对妈妈亲 后面那一句当然是对她的两个亲生孩子说的 可是那又怎么样 被偏爱的才会不懂事 而得不到爱的才总会想现殷勤 我看到沈景明的眼睛在一刹那充满了落寞和疲惫 我的心竟然也在这一刹那很心疼很心疼她 我对她说 我去吧 我走出去两步又突然回了头 我只是想告诉她 快吃吧 很甜的 我直指她手里的苹果 我们回自己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在路上我和沈景明谁都没有说话 只有后备箱偶尔会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 那是婆婆让阿姨给我们带的食物 里面有她亲自给沈景明煮的黄豆 她最爱吃这个 之前我在家里听她和阿姨说 她做的没有她妈妈做的好吃 沈景明突然打方向盘转了弯 她对我说 我们去钓鱼吧 到了野外 沈景明安排的人已经把休闲服和工具都送到了 没想到 她给我也拿了一杆鱼干 我之前从没钓过鱼 沈景明帮我绑好鱼线 挂好鱼饵 还给我讲了很多钓鱼技巧 什么怎么抛干 怎么打窝 怎么羊干 我听的云里雾里 我以为钓鱼就是把鱼干扔进水里就行了 那不是 这里面学问也多着呢 然后她就越说越多 什么不同的地方 怎么找鱼在水里的位置 钓大鱼线比干要长多少米 甚至她还给我讲了怎么拌鱼料 实话说 我依然听不懂 但我看到她讲这些的时候 眼睛在发着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会很开心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 你懂得好多啊 嘿嘿 我可是专门请师父教过的 但很快 她的眼神又暗淡下来 其实我很希望这些都是爸爸教的 我想起来 公公的确也有钓鱼的爱好 爸爸很忙 我只能这样安慰她 爸爸再忙也会抽出时间 带我弟去钓鱼 沈景明很认真的看着我说 那眼睛里有委屈 不甘和困惑 很快 她又躲开我的目光看向水面 算了 接着她又说道 你要替我保密 其实家里人都不知道 我也学会了钓鱼 是啊 以前我也不知道 我想象着她之前的人生 平常在公司跟人激烈地讨论商业发展 电影节上 作为年轻有为的电影人 享受和明星一样的关注 无聊的时候 也和自己的朋友 一起去享受灯红酒绿的快乐 但是 很多个孤寂冷清的日和夜 她常常一个人开着车 经过漫长的路途 来天地间 默默舔湿自己内心的伤口 这个渴望爱的小孩 我在心里叫她的名字 景明 阿明 明明 不由自主地 我喊出了声 沈景明 她扭头看我 干嘛 你把鱼竿放下 她虽然疑惑 但还是照做了 我掏出两张面筋纸搭在腿上 然后把她的一只手放在我腿上 再掏出指甲刀 开始一个一个帮她剪指甲 她的身体瞬间变得紧绷 但很快又柔软下来 手指也软软地任由我揉捏 你还带着指甲剪啊 沈景明调侃我 是专门为我去买的吗 我笑笑 我是从你车上拿的 应该是你某个女朋友留下的吧 沈景明大惊失色 我却很快低下头继续捡 我并不想去探究她神情里表露的那些信息 她很快激动地否认 不是 绝对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女朋友留下的 还是不是有某个女朋友 如果我是个平常的妻子 我会这样理直气壮地追问 可我只是个工具人 于是我只是笑笑 什么话都没问 沈景明却来了劲 她用空着的那只手扭着去另一边的兜里掏出手机 然后解锁 滑到一个人的微信 我刚想起来 你看 是那天我让小王给我买的 小王是他的助理 我瞄到他们的对话 小王的确说了 沈总 指甲剪买了两个 一个放你办公室了 一个给你放在了车上 我不自觉地就想笑 沈景明这样 让我想起了我爸 我妈盘问她钱花哪了的时候 她也是这样打开手机给我妈看 你看 我借给老王了 突然间 我感觉我的鱼竿动了动 我惊得一下 把指甲剪扔给她 就去看 沈景明也赶紧来帮我 还真的有一条鱼上钩 我兴奋地大叫 哇哇 我钓到了 沈景明也很兴奋 她试图帮我 把鱼竿扬上来 我们左右交错握着鱼竿动来动去 然后在某个瞬间 我们同时看了对方大笑的脸 也是同时 我和她脸上的笑都凝固住了 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 第一次 我并不想躲开 沈景明的嘴唇凑了上来 我想 是我给了她信号 我想 我的眼睛里也一定和她一样 露出了渴望 于是她知道 我不会躲 是的 我没有躲 夜晚的水雾 将我们包围在车里 渐渐地 车厢内的空气和外面变得一样潮湿 我感到 这和我们之前是不一样的 我也惊叹于 这和之前不一样 原来男女之间真正的缠绵是这样的 最动情的那一刻 我听见沈景明在我身后喃喃地叫我 宝贝 我不知道 为什么眼角会有泪流下 她之前从来都叫我下月影 而我也只叫她沈景明 可是现在在我的大脑被这种类似幸福的巨大冲击下 我情不自禁 软绵绵地回应她 老公 车窗外 其实只有树和水雾 可是我却在那一刻看到了烟花绽放 又一次沈景明让我凭空中看到了烟花 那段时间我和沈景明好像一下子变亲密了 我是结婚后才懂得 人跟人不是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就会很亲密 婚后我和沈景明的状态一直就跟在我家楼下喝咖啡时一样 有点熟又有点远 能聊聊大事 但很多日常的小事却不会跟对方讲 可是钓鱼那晚回来 我们都能感觉到我们之间跟以前不一样了 睡前我不再穿的一本正经上床 沈景明也不再克制自己 我体会到了很多放松 私密 快乐的感觉 包括在日常生活里也是这样 那段时间沈景明给我买了很多礼物 说的话也似乎只好意思让我听 我们像两个密谋者 沈景明和我商量 他想把那10%的股份送给弟弟的儿子做满月礼物 我捏捏他的手问 你是不是心里怨他们 他垂下眼睛 也不是怨吧 其实人家给我10%也很多了对不对 但我还是想告诉他们 我只想和弟弟妹妹一样 要一份纯粹的父母的爱 我抱了抱他 坚定地对他说 都随你 你开心就好 他伸出手紧紧地回报住了我 从那时起我开始吃中药 调理身体备孕 之前为了让弟弟生下沈家的长孙 所以沈景明并不着急让我怀孕 现在瓜熟地落 一家子都欢喜起来 婆婆也开始催我们 于是我每天认真吃药 练舞 等沈景明回家 一天天过去 日子似乎永远要这样好 然而有一天 沈景明回来 看着我 脸色很难看 我柔声问他 怎么了 他像是要忍着不让自己发作 但最终说出口的语气 却还是很冰冷 你是不是在跟人做生意 我心里一惊 是从认清自己只是他的工具人妻子开始的 我渐渐加入了像我这样的贵妇们传的生意 大家的老公都是各行各业握着资源的人 他们稍稍在家里流露出一点信息 就够我们赚钱了 我当然也向大家透露过沈景明的春景影业 和他父母的食品公司的一些消息 所以沈景明这么一问我很心虚 但现在他既然知道了 我只能实话实说 我说 是呀 我把你和爸妈平时给我的钱 拿去跟他们一起玩了 反正放着也是 放着是不是 哇 沈景明笑 你一玩就赚了三四千万 还挺厉害呀 我被他的语气弄得心情瞬间跌落下去 他神态里透露出的距离感 又回到了从前 但也许呢 他从来没变过 这段时间的一切 不过是他换了个口味的消遣 我语气淡下来 一美这两年势头好 我们不过是撞在了风口上 其实做生意的事 我还根本不懂 我只是拿钱 具体的都是那些姐姐来做的 赚的钱呢 沈景明忽然问我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他这时在跟我要这些钱 因为本钱是他和他父母的 怎么 你在乎我这点小钱 沈景明冲我喊 老子不在乎 但我想知道 你把钱不打在自己账户上 也不打在你父母账号上 甚至不打在你任何亲朋好友身上 而是找了一个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人 怎么 你倒不怕人家把钱给你吞了 我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下月影 我最恨人家防着我 过了好久我才反应过来 我当时做这一切根本不是在防他 我只是在自保 我不想有一天被他扫地出门的时候 只会坐以待毙 但是我对他说出口的却是 那你呢 你对我就是全心全意吗 他瞪着我 脸色越来越难看 越来越让我捉摸不透 我焦急地想跟他说 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和我结婚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和那时不一样了 我想问问他 是不是这样的 可是他扭头就走了 脚步没有一丝停留 后来他也没有给我机会问出这句话 有些话过了时机 就再也说不出口了 这以后 我和沈景明的关系 又变成和以前一样 甚至这一次比之前多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连聊天 我们都不怎么聊了 而沈景明 开始每天早出晚归 甚至隔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回家 这段日子 身体我还是照常在调养 维持我在这个阶层体面的舞蹈 我也还是在跳 直到沈景明和云曼的新闻 传得漫天飞 直到他和别的女人 有了一个孩子 我到那时才明白过了 哦 原来我和沈景明 已经走到头了 而我还在等着时间久了 我们的关系会缓和 我和沈景明的第二次谈判 是在我买的新房里 我已经从婚房里搬了出来 沈景明到了后 认认真真参观了每个角落 然后他问 怎么没设计舞蹈室呢 我笑笑 因为我才发现 我其实一点也不想 那么刻苦地练舞 小时候 我妈送我去跳舞我就跳了 长大后 我逼自己跳舞 不过是为了在台上听别人夸我漂亮 后来嘛 跳舞的目的就更不纯粹了 为了有张门票 能进娱乐圈 甚至为了能嫁个不错的老公 这么多年 我到今天才搞懂自己 沈景明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是吗 你才搞懂啊 我可是 看你的第一眼就看透你了 我淡淡说 你见多识广 眼光当然就很厉害 其实你的舞真的跳得不错 当初要凭这个 到娱乐圈拼一拼 说不定还真能混到人家张爱琪的位置 可惜啊 你没人家那种事业心 也没人家踏实 我冷笑了一声 你无非是想说我靠美貌过着不劳而获的人生 可你当初选我和你结婚 不就看中了我胸无大志 却又想一步登天吗 因为你也知道一个又有志气又漂亮的女人 不会甘心在家里做你好妻子的角色 说到底 你跟我不过一场交换 谁比谁高贵 交换 沈景明似在消化这个词 对 就是交换 你不会以为我占了你便宜吧 我极力让自己平静地说 沈景明 我们这场婚姻当初都是自愿的 我想嫁得好一点 你想找个你满意的妻子 正好 我们都符合对方的要求 我们也都给对方提供了价值 既然这样 那就谁也没占谁的便宜 所以现在到最后 我们都要甘苦自认 对吧 沈景明一正 随即冷笑 好 交换 甘苦自认 所以 你要我认了 让你拿着两亿 潇洒抽身吗 两亿不多了 何况 其中还包括 给你和你孩子妈妈的封口费呢 沈景明听我提到 他和别的女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神色一顿 他看着我 眼睛里似有愧疚 我马上看向别处 并不想看清楚 他的愧疚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对不起 我听到他低沉地说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一麻 那种他带给我的想哭的感觉又来了 沈景明继续在说 是因为那次我和他遇到撞车 他 他不要命地过来 扑到了我身上 我之前从来没有 没有被这样全心全意地对待过 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小心地跟我说过话 就像每个平常人家犯了错的丈夫 对妻子承认错误时的那种害怕 可是我根本没心思去感受这种感觉 我的脑子里浮现的全是 他是怎样跟云曼一点点累积起来那种 在生死面前 甘愿让他以命护着他的情谊 以及让他这个当红明星 不顾名声要为他生下孩子的情谊 他在刚认识他的时候 也就告诉了他自己人生最痛的秘密吗 他也曾让他陪他去钓鱼治疗伤痛吗 那些亲密的 私密的 浓密的生活 他也和他建立了吗 是吗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毫无波澜 神景明 我觉得就算有一百个女人为你死 你这一生也不会有机会 得到一份被父母偏爱的爱 你没这个命就是没这个命 我想我还算了解他 我知道真往他哪扎最疼 就是这个瞬间 我想扎死他 狠狠地扎死他 他又一次被我气得摔门走了 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痛快 我坐在沙发上身体久久地动不了 我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我总会因为神景明心里不痛快 所以我想 这个婚还是越快离掉越好 我不知道神景明为什么不干脆一点 我知道因为电影市场不好 这两年他亏了很多 可是我觉得他不至于搞不到钱跟我离婚 唯一的理由可能是 他真的不舍得分给我这个工具人这么多 我是不打算让他少掏一分的 我在繁华里绕了一圈 当然更加知道了钱的好处 钱最大的好处是能生钱 有了钱我可以学着赚更多的钱 那几个店面当初我占股很小 我想也该再追加一点 有钱也可以让我不用再应拗舞蹈艺术家的范儿 去吸引任何人的目光 其实我现在最想跳舞的地方 是这间房子的客厅里 喝了酒脱了鞋立马就能跳 我立刻就这么做了 不用化太浓的妆 也不用穿太漂亮的衣服 只要我自己快乐 我终于明白了 我妈小时候送我去跳舞时说的 就是想让我当个兴趣爱好 是我长大后见得太多 贪了心迷了眼 我好难过 我辜负了她的爱 我跳得晕晕乎乎的 最后趴在沙发上 我趴了很久 忽然间想起来 其实我揪着沈景明 非要她一分不少地给我两亿 最大的原因是我不想让她过得舒心 我不想让她轻松 我不想让她笑 我想让她跟我一样不快乐 那天之后 我以为沈景明不会再来找我了 但她后来居然隔一段时间就会来 又隔一段还会来 而每次来我们都会吵架 好像自从第一次吵完后 我们吵起来越来越顺口了 有一回沈景明说 你以前看着挺温柔高贵的 想不到吵起来也蛮刻薄 我回击她 你一会儿说我捞女 一会儿说我高贵 你以前看着挺聪明一个人 想不到现在颠三倒四的 后来我想起来 这样的吵架也没几次 但那时我总觉得日子过了很久 久到我觉得 可能我们会这样相看两相厌过一辈子 那一天 我的手机上忽然收到了一条收款短信 我的脑袋里轰的一下 我颤抖着心脏数了数 真的是两亿 沈景明真的打给我了 我想我应该欢呼雀跃 可是我又坐在沙发上动都动不了 晚上的时候 沈景明时隔很久又过来了 当面 她竟然又给我打了五千万 这五千万 大概是她临时凑的 也许她是向父母借的 也许是向她朋友借的 她说话的时候 并不看着我 她说 我想你一个女孩子 多笔钱傍身 以后遇到别的男人 靠近你就可以多想想再决定 我很开心地对她说 谢谢你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她看我了看我的脸 发现我是真的很高兴后 神情里又多了思落寞 可是我再也不会 因为她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难过 愧疚 情动 而心情起伏 都不是真的 沈景明小声说 孩子出生了 我 我看到她就想 我不能让她像我一样 得不到完整的父爱母爱 我说 挺好的 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只能是这样 还能怎么样 我和沈景明去领离婚证那天 天气很好 两个人戴着口罩墨镜 在民政局门口碰头 倒像是出来约会的偷情男女 沈景明塞给我一杯奶茶 我一看又是便利店里的那种 我说 你怎么还请我喝这个 人家离婚都要吃大餐的 我喝了一口 难喝 我扭头对她说 走吧 然后顺手把咖啡扔进了垃圾桶 出来的时候 阳光依然很好 我心里想我真要找个人 出来一起踏青才好 拜拜 我愉快地对沈景明说 我才发现 今天都是我主动在跟她说话 我一想 好像我们俩之间的气场 这样 颠倒很久了 沈景明摘下眼镜看着我 其实她的眼睛真的很好看 水汪汪的 看起来很深情 但有时又能从中看出她身上的很劲儿 有时又能看到她的几分天真脆弱 此时她看起来就很脆弱 我对她笑了 你不是也想像别人那样 问我有没有爱过吧 我们刚刚在大厅里 遇见三对半离婚的夫妻 在上演这样的戏码 她也笑笑 我以为你会这样问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 你别搞笑了沈景明 我们跟人家又不一样 我们没爱过 没恨过 不过算是相识一场 今天一别 说不定只用几天就把对方忘干净了 沈景明的眼睛疑惑 不解地看着我 我感觉过了很久似的 她干巴巴地笑 有那么快吗 就有那么快啊 我最后一次对她笑笑 很温柔 很平和地说 拜拜啊 我转身向前走去 脚步很坚定 很有节奏 很好 下月影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不用过几天 就今天 你就要把它忘干净 晚安 我要花花柔 触 蛇